热兰一个小镇的居民可高兴了 比咱们中国人过年还高兴呢 就恨不得唱歌了 今儿个老百姓啊 真要高兴啊 来看看啊 这是在我们的小镇上面排起了一个长队 按理来说 以前排队啊 那都是心急火燎啊 但是人家排队不是 心情非常的愉悦啊 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这有台自动取款机出故障了 取钱的时候竟然出双倍的啊 给你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要取250 结果他就立马吐出两个250 这什么精神啊 吐出500块钱啊 好吧 居民们奔走相告啊 都来取钱啊 取钱给双份啊 没一会儿 这来取钱的人就是人山人海啊 银行事后发现了还表示 这起事故呢 责任是由我们造成的 所以说居民偷走的钱 不 取走的钱可以不用退回 同时呢 对于当天排了队 没有取到钱的用户 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哈哈 气死我了 我要狠狠的批评你们这家英格兰的银行啊 你们太不像话了 都说打人不打脸啊 你们这不等于赤裸裸的抽咱们中国一些银行的嘴巴子吗 所以我决定 为了惩罚你 只要你敢到我们中国来开分行 我就号召我们全家啊 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去办你们家的银行卡啊 忙死你们 让你们周六周日都不能休息啊